欢迎收看 谈古论经画中医 每年的国历2月4号或者是2月5号 是24节期当中的第一个节期叫历春 历是开始的意思 代表冬天要结束了 大地又开始有了新的生机 中医生最好的季节就是在春天 而且春天要养肝 要如何养呢 为什么要养肝呢 今天就要来谈谈这个问题 很高兴邀请到中医师全国联合会的副秘书长 彭文雅医师来到现场 彭文雅医师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今天我们要谈一个很开心的节目 因为要养肾嘛 那又是春天 为什么春天呢 是一个要养肝 要要养肾的一个季节呢 我们都讲 一年之际在于春 那所以养肾也要从头开始 我们这个皇帝内经 中医的古籍就特别告诉我们说 春三月此未发尘 那天地聚生万物以容 这意思就是说 春天这三个月 从立春开始 雨水 金植 春分 清明 古雨 这个时候天地开始由寒转暖 那这个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开始生长 那冬眠的这个动物也开始书醒 所以大家就开始会复苏生长 这个时候对应到人体 它是以肝为主 所以春天对应到肝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养肝气 这样的时候 我们才会有比较好的身体 春天因为它的天气 一下冷一下热 我们就说春天如果变化很大的时候 也是各种传染病跟气喘的高峰期 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不要感冒了 医生您刚刚说 春天对应的脏腑是肝 那可能一般人可能不是那么理解 就是说 就是季节跟脏腑之间的对应关系 是不是先介绍一下 好的 中医的这个五脏就是 肝心脾肺肾 那它对应到我们的这个四季 其实中医讲五季 就是春天对应到肝 夏天对应到心 那秋天对应到肺 冬天对应到肾 那这个肥呢 就是中间有个叫长夏季节 对应到我们的脾胃 那会这样对应 就是因为中医它有所谓的五行的学说 五行在中医来讲就是 木 火 土 金 水 那肝木就是像树木这样子是取直的 适应这个春天它是生长的季节 所以肝如果对应到我们的树木 就是说肝在人体 刚好就是一个可以再生的一个脏器 所以我们肝如果切掉其中一块 它还会再生 所以养肝在春天来做 就像树木可以生长一样 是非常配合的 而且树木的特性 它是绿色的 我们也特别把这个绿色食物 用来养肝 饱肝 一样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 也刚好是这个春天的一个食材 对 那有人说春天要多吃酸 又有人说要吃甜 那到底要吃什么样的 杏味的食物呢 是是是 这就是牵扯到刚刚讲的颜色 还有杏跟味 那除了刚刚讲的青 赤 黄 白 黑 就是不同的颜色 对应到五行之外 它还有不同的味道 像酸是入肝精的 那苦就是入心精 那肝甜的话入脾胃 所以酸苦 肝心 咸 入五个不同的脏腑 所以你如果吃一点酸的东西 可以增加你的肝气 所以如果容易疲劳 或是肝血 肝气不足的人 多吃酸 你可以让你的肝气比较充足 但一样的 因为春天本来就对应到肝 你有的人会肝火上扬 肝气旺盛 他会脾气暴躁 这个时候如果再吃酸 他会火上加油 那怎么办呢 因为木生火 树木燃烧会产生火 火把所有东西烧成土 所以木生火火生土 木就克皮土 所以以干木克皮土的观点来讲 甜味的东西 可以让你的肝火 不要这么的旺盛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 你是容易暴躁以及生气的话 你反而要吃一点甜味的东西 来压抑过往的这个肝火 这个其实还蛮有趣的 蛮有奥妙的 对对对 它其实就是要从中益五行的这个理解来了解 才会知道 那也听过这样子这么一段话 就是说人家说 女生啊 着重的就是要养肝 为什么呢 一般女生不是应该是要水水的 不是应该要知阴盛吗 对对对 其实它这个理论两个是相同的 因为中益就是讲气跟血 那男生就是煮气 女生就是煮血 为什么呢 这就是中益阴跟阳的观念 比方说天是阳 地就是阴 男就是阳 女就是阴 那水就是阴 火就是阳 所以女生补水 他水做的 那他就是补肝血 所以肝血可以滋阴 也可以滋阴的那个阴就是女生 所以养肝血是女生在春天 非常适合的一个调养方式 所以就是如果女生的那个肝血不足或不好 或是她的肝的运作不好 他就会滋生其他的病吗 应该是说肝血不足 他除了会有一些血虚的症状 比方说贫血啦 心悸 然后血色不足 脸色会蜡黄 晚上会睡不好 可能女性朋友有的旌旗 她会尽量变少 可能会迟到 甚至提早进入更年期 这都是肝血不足 会有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样听起来 其实春天养肝 对女生来说还是更重要一点 对 特别是对应到女生 要吃一些养肝 然后相关的一个食材 才能够对应到春天养肝的这个说法 而且我想特别介绍一下 我们的俗宴 就是说一月葱 二月酒 就是说一月正是这个葱 它盛行的一个季节 所以这个时候的葱白的部分 它有一些心香发散的作用 如果像刚刚讲到春天 因为油寒变暖 所以病毒开始滋生的时候 你可能会很容易感冒 或者是这个时候春雨绵绵 你可能会淋到雨 就会很容易生病 那这个时候 我都会用这个葱白 去把它切断 然后煮水 葱白水它可以就是 预防淋雨后的感冒 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辛香料 跟一些杀菌的物质 那酒的话 就是这个季节除了 有像这种韭菜 因为很多女生都很怕吃这个韭菜 有一个味道 对 那特别是二月的这个酒 它是酒黄 所以特别的嫩 它有这个韭菜的这个温热的效果 因为我们这样子看到 所有绿色蔬菜 都是比较偏寒性跟凉性的 那唯一有几个特殊 就是像韭菜 它是属于温热的 所以如果你体质真的很虚寒 很怕冷 那你就可以选择像韭菜 这样的食材来吃 像这个蒜 其实也是非常好 它里面有这个蒜素 蒜素跟这个洋葱一样 它都是一个抗氧化的东西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疲劳 春天它除了容易会生病感冒 还有一个现象叫做春困 想睡觉 对 春困就是说 因为冬年的动物刚醒来 我们一般刚睡醒 也是会深深懒腰 还不适应 对 不会突然就精神百倍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吃一些 有生发的东西 所谓生发就是说 把阳气疏散的一些食物 像蒜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物 葱也是 那这边还有芹菜跟菠菜 都是凉血止血 以及比较清凉的一个食材 我临床上有碰过一个案例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它是一个45岁的这个女性的老师 那它因为是老师 所以学生如果是比较不听话的时候 它容易冻肝火 所以容易冻肝火的时候 它的肝火旺盛就是很明显的 那它来找我看诊的时候 是说它容易腹泻拉肚子 特别是每年的春天 都会有这个现象 它会觉得会不会是因为紧张 因为刚好一个学期 新的开始 所以它就会想说 可是每年这样它很困扰 想说中医能不能协助它 那它来之后先把脉 发现肝火非常的旺盛 而且脾虚非常的严重 我就说那你都吃什么样的食物呢 他说我觉得我是拉肚子 所以我就是吃点姜啦 胡椒啦 辛香料 想说暖胃 这样子比较不会腹泻 没想到还是拉得很厉害 而且越来越严重 只好来求助中医 那我就跟他说 春天养肝养脾胃 就是要吃绿色的食物 他说我知道啊 但是你说的芹菜菠菜 都是凉的 我都已经腹泻拉肚子 我能吃那些东西吗 我就跟他解释 刚刚讲肝火旺跟脾虚的部分 我就说你就是肝火太旺了 导致你的脾胃虚弱 所以你一直腹泻 你今天如果吃再多补干的东西 像姜黄或者是一些辣椒 那你只会让肝火过旺 你就听我的 然后吃吃看当季的芹菜 甚至吃个枣子 高丽菜试试看 结果它的腹泻马上就好了 很神奇耶 所以它就是会有一些错误的观点 明明知道是可以吃绿色 还是会担心 其实是没有关系 因为食物它就是一个食物 它会自然地调节我们肠胃的功能 春天天气忽冷忽热 容易生病感冒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吃什么来对应这个春天的气候呢 是的 春天我就推荐大家一个枸杞银耳根 这个枸杞在这个中医来讲 是春天养肝非常非常好的食材 而且大家日常生活非常常使用 它会把它入料理 当成这个本来糖的来源 那做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就枸杞10克 银耳10克 菊花3克 山药15克 冰糖30克 然后再打两个蛋清 那它的做法其实就是先把这个银耳跟山药先蹲烂之后 最后加入这个枸杞 因为枸杞它一下煮就会烂掉 那我们把它煮好之后 先加入一点点的冰糖去调味之后 最后放入一点点的蛋清 那它可以就是更滑嫩的口感 然后再加入一点点的菊花 那它的这个香气就会更好 那这样的一道这个药上 它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润肺 白木耳它是入肺经跟肾经 那山药是健脾补肺 所以这两个部分 比方说流行性感冒 咳嗽 气喘 或者甚至你有这个流行性感冒 病毒引起的一些脑膜炎 腥红热等传染病的话 因为它可以润肺 可以滋阴 所以可以避免我们受到这些病毒的侵犯 那可以每天早上来喝一碗这个枸杞银耳跟保养 听起来这样的煮法也蛮容易 而且可以加蛋清 观众朋友可以回家试试看 那另外呢 医师也要介绍另外一道药膳 是 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叫做双耳粥 其实春天养肝最好就是以粥品 因为这个粥它是软烂 容易消化 而且白米又是入脾胃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取黑木耳跟白木耳 然后再加上一点红枣 那以白米下去整个把它煮成粥之后 你可以吃甜的 所以有一点点冰糖这样子就可以 那这个黑木耳它因为有这个活血化育的效果 所以我们叫它血管的清道夫 那白木耳它是润肺 等于是清肺里面的痰液 所以血管里面的这个淤组 以及肺的淤组都被清完之后 再加上春天养肝很好的红枣 这一帖就是保养我们的脾胃 在春天养肝也是很推荐的粥品 所以医师你也会将黑木耳泡水吗 然后再汆烫锅吗 对 其实黑木耳跟白木耳如果是干燥的 是比较好的 因为木耳它在生长的过程中是在潮湿的环境下 那断木生长的一个训类 那它其实在生长的过程中是不会接触到阳光的 那它如果是新鲜的那也很好 口感很滑嫩 那晒干的如果是用太阳光去晒的时候 它会产生比较多的钙质 在这个黑色的部分 所以同时还有补钙的效果 所以这一道非常适合这个素食的朋友使用 对 听起来也蛮适合老人家的 对 牙口不好的话 它们都是很软烂 而且这个味道很好 又可以滋阴补气的一个药膳 今天观众朋友非常有口红 除了两道药膳之外 医师还会为大家介绍一道茶饮 医师要介绍的是什么样茶饮呢 是的 因为春天春暖花开 所以我们就介绍这个玫瑰花红枣茶 那它的材料有黄芪 玫瑰花 枸杞子 还有红枣跟麦门冬 那黄芪呢 在中心是补气之掌 是我们补气的第一方 那如果你在煮黄芪的时候 一定也要记得 一定要用冷水先把它泡开 对 不可以直接用热水去煮它 不然它整个药材会煮得不够完全 那黄芪会先煮 接下来就先丢玫瑰花 再加上红枣跟枸杞 红枣补气补血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学会的一个茶饮 再加上麦门冬滋鹰补水 然后带一点点的冰糖 这样子的一个玫瑰花红枣茶饮 清干明目 同时可以滋养我们的肝肾 是春天非常推荐的花草茶 光看这些药材就觉得很开心 红红白白就是颜色也蛮缤纷的 蛮像春天的那种感觉 是的 那除了茶饮啊 药膳啊 春天的保养呢 一定少不了穴位 所以这时候就要请教医生就是春天的时候 有哪些穴位可以适合我们平时在保养 或者是在治疗的时候 这几个穴位也可以做使用的 其实啊 因为春天是一年之际 所以我们会想要从头开始保养 头部吗 对 但其实肝筋 脾筋 肾筋都在脚底 刚好相反 对 所以中医它就是有头痛以脚 脚痛以头这种很特殊的方式 当然头部也有很多相对应的穴位可以调理 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些养肝药穴 全部在我们的脚 它的位置比较多会觉得有点复杂 但是如果说详细的穴位没有办法记住 只要记得它是在脚底 所以如果像这个大蹲穴 它就是在我们的脚的大拇指的外侧 所以在指甲边的这个位置 那接下来是行肩 因为行肩就是一二指的指 后面的刺白肉计的位置 如果是这样就等于大拇指跟这样后面 对 对 就是整个往后推 然后推到底那个凹陷醋 其实就是叫做太冲穴 你说像这样的凹 对 对 对 它凹前面是行肩穴 后面是太冲穴 那这是属于肝筋的前三个穴位 所以它就是疏肝离血 可以清肝穴目 那按摩的方式 我们会掐住我们的大拇指 然后两只这样子把它扭动 就是这样这样 对 就是我们会掐住 我们的指甲的两侧 你掐下去如果很痛 表示说你干预的也蛮厉害的 所以下次生气的时候 就掐一掐脚指 就好了吗 就可以梳泄你的肝气 那如果说在这个刺白肉计 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穴位 我们也可以来看 对 那像这个燃骨跟公孙 也是我们经常会使用的一个穴位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三个颜色交汇的这个位置 特别叫做三阴胶 对这个穴位 大家应该耳熟能详 因为刚刚特别讲 相关的肝筋 脾筋 圣筋 就是交汇在这个内怀上 所以这个穴位 你平常如果多保养 然后再擦擦你的这个大拇指 其实在春天是一个养肝很好的 一个穴位的选择 是 除了这个脚趾头之外呢 因为我们知道肝筋往上走 它最后会在我们的鞋肋部 就是我们整个胸鞋的位置 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情绪不好 或是生气的时候 都会觉得胸闷心悸 有时候还会觉得呼吸困难 那这个时候它保养的穴位 是遍布在我们整个胸鞋 那如何让这个气能够梳泄呢 其实重点都是在肋骨 那肋骨下 在第十二肋骨这边 有一个张门穴 张门穴跟奇门穴 它们两个是一个干筋 最后的两个出口 所以平常我们可以做这个 磨胸鞋的这个动作 旁边骨头摸 对 就是肋骨 十一十二肋肩 你就是可以 就是磨自己的胸鞋 那你就会觉得 疏肋这个胸鞋的气 心情会比较疏缓 这样磨一磨就会疏肋 对 这样就可以疏肋 因为它平常我们如果说 像打电脑 或者吃饭 我们手都是夹得紧紧的 所以这边的循环 会特别的不好 那你要保养的时候 就是记得把你的手张开 然后两只手就是在侧边的斜肋的位置 就是刚刚特别讲这个张门的位置 做一个横向以及直向的这个疏通 横向是这样 这样吗 横向就是我们把它手横开 然后上下做这样子的疏肋动作 这样其实就可以保养我们的肝筋 要大力吗 不用 力道会是一个不大不小 然后以握拳的方式 然后对 在侧边的斜肋做这个舒缓 肝胆是相照的 那我们也知道侧边这边 特别也是走胆的经络 所以胆的经络跟肝的经络 如果可以同时受到这个按摩的时候 你的身体的肝胆的舒泄 就会非常的正常 那这边我们看不到一个地方 就是说女性的肝筋画到这边 它其实跑到我们的会音部 在我们的下腹部 环绕我们的音器 所以如果女性朋友肝筋 比较不顺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些痛经 或是月经异常 甚至是妇科病 带下 然后腰酸背痛等症状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一个像刮砂板 或是用一根棒子 那做法就是沿着这个脚的内侧 把它慢慢的像刮砂 不轻不重的方向刮砂 由内怀往上刮到我们小腿肚 刚刚讲三阴交的这个位置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肝气循环 可以改善一些妇科比较不顺的症状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在经期来的时候 如果感觉到会有痛啊 会有出血不顺 就是我们就是用刮砂板这样子 往上刮也会排解 对 而且啊 只痛经的第一大学就是三阴交 所以下次如果女性朋友 会有经痛的困扰的话 你可以直接 如果你不太会取血的话 你就可以泡热水 水就是淹过你的小腿肚 对 那因为热水它就是会整个让气血活络 它就你可以整只脚趾头这样揉捏 或是小腿往上这样做整个的按摩 那你一定会按摩到整个肝皮肾 然后膀胱筋以及其他相关的筋络 这样子你的这个筋痛的部分 也可以获得缓解 那您刚刚有说嘛 其实春天呢 其实要从头开始 对 因为头痛要一脚 就是中医的理论 但是一般人可能只有回家 才能方便在那边自己按摩 那如果说在平常在办公室 可能很生气了 不可能脱下鞋子吧 那在头部有没有哪些穴位呢 其实头部有一个很有名的穴位 就是叫做百慧穴 百慧穴大家应该也知道 就是两个耳朵对起来 然后跟前面相对应的一个点 那这个点特别就是百脉之会 所以百脉之会的这个穴位 不管是上下韧度厄脉 或是两侧膀胱筋 以及从下面来的干身的筋络 都会在这边有个交汇 所以等于是我们把一个粽子 拉起来的时候的那个头 我们其实每天就只要这样 轻敲自己的头 对 早上起来 或是你觉得心情快要不好的时候 你就轻敲自己的头部 这样敲三四下 震动你的这个百慧穴 你会觉得整个筋络比较舒畅 心情也会比较好 这样子其实是比较好的 因为很难啊 我知道大家有时候真的是忙的时候 怎么可能把鞋脱下来 然后爱爱爱说气消 那就是自己敲一敲自己 但是在办公室还是有个好方法 可以透过脚底的涌全穴刺激 那怎么做呢 就是有时候上班 女生会穿高跟鞋 这时候如果你在自己的座位上 你可以把它反过来 反过来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般的脚的鞋子是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把你鞋脱掉 把它反过来 鞋子的脚跟在这边 你的脚尖在这边 所以你就是等于把脚反过来 这样子的方式 这样可以刺激到我们的涌全穴 这样目的就是说 你的圣经的开口可以得到一个舒缓 如果你老是像穿高跟鞋 这样钉脚筋的姿势 其实身体会很不舒服 所以不见得要按拥全穴是这样 就是撑住就可以 对 因为你把它压住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循环不好 你就把它反方向来动一下 它的经络循环就会变好 其实女孩子特别要在春天 要特别做保养 那男生呢 有没有要特别的要注意什么呢 其实男女的保养都一样 那男生特别提醒 就是如果有喝酒的习惯 喝酒还是会伤肝 所以有的人会习惯用药酒来保养 其实这个还是要看体质了 再来就是说如果你习惯吃一些 比较会应酬 或吃一些比较厚腻的食物 它其实是增加肝脏的负担 那肝脏如果说脂肪太多 变成脂肪肝 其实接下来可能会变成肝脏的纤维化 或者是会变成肝硬化 这个就是非常的可惜 还好肝是可以再生以及可腻的 所以可以喝刚刚推荐的这个红枣饮 或者是早睡早起 加上这个血液的按摩 可以让你把这个肝脏的功能恢复 您刚刚讲到药酒 我真的是常听到人家说 我泡了这个药酒 对身体对肝很好 其实不见得就是了 对 其实稍有年纪 他们都会说 我睡前泡个黑豆酒 可不可以喝一小杯而已 对 其实我要讲 其实豆类它有时候会有黄雀毒素的污染 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 那你这样子放这么久 然后浓度也不太确定 所以我比较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做这样子的事 还是把食物就是正常的吃 毕竟酒它就是要经过肝脏代谢 它只会增加肝脏的负担 是 是 今天非常感谢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观众朋友一年之际再一春 我们春天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我想你一年之内应该都是会非常开心健康的生活 再次谢谢医生来到现场 谢谢 谢谢 谢谢全球的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